陆飞第一次遇见索隆 就决定拉他入伙 可海贼猎人和海贼毕竟水火不容 索隆并没有同意 但出于对索隆的欣赏 陆飞还是选择将他松绑 随后陆飞潜入海军基地 准备盗取伟大航路的航海 没想到又在这里遇见了 伪装成海军的小贼猫纳美 得知彼此的目的相同后 两人决定一起联手 但刚走没多久 就迎面撞上了俯首摩根 好在机制的纳美已抓到一个海贼 唯由顺利门混过关 还趁机偷走了摩根身上的钥匙 两人轻松进入摩根的办公室 顺利找到了存放航海图的保险箱 可就在难美试图打开时 却被摩根察觉到了 眼看对方就要破门 陆飞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 因为陆飞的橡胶身体 两人都没有受伤 但很快大量的海军就围了过来 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 虽然以陆飞的实力 对付几个海军非常轻松 但面对源源不断的海军 短时间之内还是难以脱身 此时拿走武器的索龙 刚好从里面走出来 他本想一走两只 但又不想欠陆飞的人情 于是也选择加入战斗 有了索龙的加入 局势瞬间逆准 可很快扶手摩根也来到了这里 他并不好对付 陆飞和索龙联手都显得有些吃力 两人迅速制定作战计划 一个攻上盘 一个攻下盘 而索龙也开始认真起来 使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三刀流 三刀流的索龙果然实力大增 一个照面就将摩根砍飞 还没来得及起身 又被陆飞一脚踢到 索龙乘胜追击 几招下来直接将摩根制服 最后由陆飞的橡胶边将其打倒 事不宜迟 三人必须马上离开 就在纳美担心如何带走保险箱时 真男人索龙却直接将 几百公斤的保险箱扛了起来 可等他们上船后 赶来的克比却拒绝离开 因为他决定留在这里当一名海军 如果下次再相遇 他和陆飞就是敌人 陆飞尊重克比的梦想 立刻驾驶着纳美的船离开了 在途中的时候 纳美成功打开保险箱 拿到里面的航海头 还顺便给两人科普了一下伟大航路 这个世界的大海分为四大区域 分别为东西南北海 而在大海的中间有一条分界线 叫做红土大陆 垂直于红土大陆的另一条分界线 就是传说中的伟大航路 伟大航路的宝藏数不胜数 但同时也有很多厉害的海域 传说罗杰留下的大秘宝 就在伟大航路的某个地方 看着奈美如此专业 陆飞已经决定要让他当自己的航海士 然而此时的三人却并不知道 因为他们抢走了航海 一个悬赏1500万贝利的大海贼 已经盯上他 他就是小手巴基 谢谢大家